Olicy,它在處理不同LSTM的變換裡面產生的Performance 它的Vanina就是LSTM原型,它是用Piphole LSTM 然後它就說沒有Input Gate,沒有Forget Gate,沒有Output Gate,沒有Input Activation Function 沒有Piphole,沒有Output Activation Function 然後把Input跟Forget加起來,這兩個加起來就是GRU 這個8這個東西,或者是把所有東西全部都串起來的 它用那個Dataset,用Timmit的Dataset,加上IAM加上JSB 用這三個Dataset去做Testing,然後看看它的Performance是怎樣 那基本上就是這個,因為這應該是一個L,所以越下越好 第一個是V,第二個是CRB,就是基本上整個這三個Dataset算出來 在Overall來講,Benina就是Piphole跟GRU 整個就是有Overall的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Result 就是它基本上它就是比較低的 然後Piphole這個東西,我知道後來我去查一下那個TensorFlow 就是說TensorFlow一般我們呼叫的是Basic LSTM 它是Use Piphole,但是它Default是False 所以你可能要把Use Piphole去把它打開,假設你要用這個的話 但是我個人會覺得就是理論上應該是Parameter越少越好 所以我覺得大部分裡面看到大部分在建議用的可能都是會用GRU 這樣子,OK好 但是在前一陣子,那個新聞那個News我忘記了 但是我記得有貼在我們的社團 這公司會社團那個,我忘記我找不到 Google不是它有宣佈就是說 因為它做什麼翻譯Translation 它用了什麼16萬個GPU out 你會給我,通通修你會給你 有一則這個東西 它經過這樣子去用完以後 LSTM比GRU好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就是16萬個GPU out 這是什麼 可能是在天文數字裡面的時候 但是在Overall來講 在沒有那麼大的Data去做Train來講 我覺得應該是用GRU就OK了 那GRU基本上他們 今天一樣在Lecture 11裡面 Stanford的CS24N Lecture 11 是Chris Manning跟Richard Social 這這兩個在講 然後Chris Manning就有人問他說 是不是居然這樣train速度比較快 然後Chris Manning就問Richard Richard說對,這樣子是Overall computation的難度吧 比較好 那Chris Manning馬上就說 嗯,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所以 就是他整個在課堂上馬上的一個變化這樣 那我覺得應該是 但是明明大家可以再去Check一下 好 OK,好 就是 這個 Stanford CS24N它有一些 Advice 就是說在Training就是Gate in RMM的時候 第一個你可以使用LCM或者是GRU 他說他會讓你的Life So much simpler這樣子 OK 然後他說 Initialization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這個裡面 他說希望你的Matrix是一個Osobono 這個到底程式要怎麼寫要怎麼弄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 他說這樣子是好的 然後就是其他的Matrix就是要 就是一開始的 Initial的Way要比較小一點 然後 ForgetGate byes要比較適應 這個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讓你的那個Gradient可以Pass 那Default就是要去記住東西 然後就是 The New Rain你可能用Adom 或者是A.Delta 然後 Gradient你要Clip 剛剛講的就是 Gradient要把它切掉 1大5都是很合理的數字 有人選3 有人選5這樣 然後就是它有一個Dropout 它有叫做Vertical Drop 或者是 Dropout好像有一篇Paper 就是 但是Vertical Dropout 因為我今天看到我沒有時間去找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水平的Dropout 什麼叫做垂直的Dropout 這樣子 如果有人有知道的 再跟我分享 最後就是要 要耐心這樣 OK 好 好 然後最後要講的就是Rowall Application 然後我的部分就是 會很快就完了 就是 其實講一個Image to Text 那基本上就是你一個圖像 這邊就基本上是那個 菲菲利跟那個Android Capacity 他們兩個主要之前在做的東西是這樣 就是 就是你一個影像怎麼產生一句話出來 那當然它就是用你的Image去 去透過你Gradient好的 可能應該是CNN或者是ImageNet 你可能是用Inception或者是VGG 然後選完以後 最後它那個Layer不要走Submax 當作是HinderLayerH0的Input 然後這邊它會有 Training的時候會有一些Sentence Sentence Star 然後再開始不斷的Train 可串了一些的LSTM OK 好 所以Training就是用ImageNet去把它的Future去Extrain出來 然後接RN這樣 所以基本上就是CNN接RN的一個動作 但在現在裡面有很多都是這樣子的一個Hybrid 然後我一開始 我在去年就本來接說一直想 後來我最近終於比較了解說大概要怎麼接 其實接起來是很直觀 只是一開始沒有人就是讓你當場看的時候 你就是會覺得這個到底要怎麼接啊 然後因為我之前 因為我參加那個UlaCity有一個Machin LenormDegrade 我有做過一個SVHN這個DataSet 那之前是用CNN 所以最近我用CNN加RN 稍微給它就是弄了一下 它DataSet基本上就是柱子 就是實際上這是一個實際案例 就是2014年應該是Ian Goodfellow 他那時候就說 Google不是很多接車去拍了很多的那個柱子 拍了以後 它這些柱子可能好幾億張 這些柱子的你要怎麼變成是數字 他今天有一個訊息 他今天又出來就說 他不只是這個柱子 他連那個什麼 連那個街道名字 甚至連那個商標 連那個街道名字 連那個商標 他都可以 今天好像Google有這個 OK 好 那就是說 他等於是 他的那個街景拍完的好幾億張的 他就有越來越多 他就有越來越多的應用 那基本上就是 那他這個DataSet有兩種 一種是Money Digit 一種是Single Digit Single Digit 基本上是把你踩好 Money Digit的時候 他已經先 先把這個Bunding Box 這個Digit在什麼地方 這個Bunding Box 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位置先找好 他應該跟你講說 這邊 到底有幾個Digit 然後Bunding Box 那個Bunding Box 的位置是在哪裡 這樣 Single Digit的話 就是基本上就是 應該是三色性以上 感覺上很像是一個 一個彩色畫的 一個M.Nist 但是相信我這個 比那個M.Nist 會難 好多好多好多 就是 他不是那麼簡單 然後因為 M.Nist M.Nist 的東西 基本它是黑白 然後它基本上是很直覺 但是 這個東西的話 因為它是彩色 而且它都有背景 背景有很多東西會干擾 所以它基本上 它的Data的問題還蠻多的這樣 然後這邊是一些例子 然後就是 Data它是 1 for HD 一開始 1到9 然後0 for 10 然後它有 7萬3千個 training 2萬6千個 testing 另外有 53萬個 additional 的 image 然後 original image 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就是 Martin 然後就是有 single 然後這個是 比那個海南 然後Martin Digit的話 它是用 HDF5 format 我一開始被這個 format 真的是 搞死人了這樣 然後就是有 Angle Bonding Box for Angle Digit 然後就是 你可能先把這些Data 讀進來 找到最大的bonding box 去cover所有的數字的 然後你可能做一點點的選擇 旋轉什麼樣子的Scale Image Data Occumentation Color to Grade Scale Normalization 那 因為 那時候就是 我的電腦 反正就是 幫我把這個東西漏進去 然後電腦就 基本上就不會動 所以後來我就只有用到 就是 7萬多個加上 2萬6個在做 東西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 又做了CNN是 基本上這個Data 這個Label的時候 你當然 因為第一個數字 它是 就是說 它告訴你有幾個數字 後面有1到5 就是它認為說 那個柱子最大就是 9999 所以就是 然後 它這個不是10 它是 有11個 每一個column 有11 因為 我可能10 代表就是 都沒有數字 我0代表是 0到9代表數字 10 就代表它是 MT這樣子 透過我 那時候透過大概三成的 大概三成還是五成的CNN 我忘記了 然後最後 我要讓它跑 Outputs就是 6個數字 然後去做 跟實際上的Target 去做 Dose Function 然後這邊當然就是有不同的 Wave Matrix去 產生 然後我最近做的就是 把CNN的最後一個Layer 然後 當作是 然後去串 就是 當作是Input 去串 然後 記錄到我沒做什麼 我就是把這個Layer Copy了6次 然後 放到 LSTN 咦? LSTN 然後這個SoftMax 去產生這樣子 然後 這是本來 就是 本來最高 大概產生 大概 最好的 Accuracy 大概差不多是 69 左右 然後經過了 加上RN之後 它有跑到 76 但是 好像只有一次 我最近跑到大概 70 左右 那我覺得這個CNN 可能 如果再加兩個Layer 它可以再Help 我有一次 反正我都只有 在晚上跑 早上因為沒有Set起來 大概跑到72 這樣子 然後 就是 我覺得 加上DropAu 我最近有加DropAu 但是 還好 然後 當然這個 53萬個Data 如果可以玩的話 我覺得 應該會有 比較significant的 improve 然後 我想Try 那個Transfer 但是 因為 我前陣 有Bug 後來就沒有弄 我覺得這個 可以弄一下 好 這一邊 好 這一邊 OK 好 So far就是 幾個 最後幾個簡單就是說 大家如果在用TensorFlow的時候 有一個就是說 它Input 基本上是Bage 第二個是TimeState 第三個是 Input Lens 然後 基本上你要把這個TimeState 你要把它就是 再說是影像的話 基本上會把它的Height 變成是一個TimeState 然後 InputLens 變成是Width 然後再把它展開 就是把中間這個部分去做展開 這個TimeState 東西轉開 變成BageLens 然後看你有幾個TimeState 會展成就是幾個這樣 如果你是要反過來 譬如說CNN做完做RN的話 你把最後一個Layer做一個Fleight 成的一個Feature of Action 不要跑到SumX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就是做六個Copy 就是你看你要幾個就是幾個 當作是你的那個RN 每一個TimeState的做一個 這樣 好 這部分再來就是最重要的 ChimpBar跟那個Sequence to Sequence 我請 來 不好意思 可以問一下 那個 Result just view of GRU 很像一頁 我看這些圖要怎麼 解釋GRU比較好的意思嗎 這邊 這邊他只是這樣有很多論文 他事實上他論文算是一種 那叫什麼後色論文 就是說 因為LST 就是LST變形那麼多 但是這個變形到底是什麼東西 比較好或比較不好 他就是做你這篇paper 用了三個Data Set去看 最後他告訴你說 就是V跟CIFG CIFG就是GRU 他的這個看起來 Overall看起來是比較好的 對 對 對 我的問題就是說 到底要從什麼 這些圖到底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就是 Accuracy 就是 它就是你這個是 越下面就是越好啊 越下面就是越好啊 高的話就是不好啊 低的話就是好啊 那你Overall來講 你可以看到就是 LSTM跟GRU 基本上Overall來講 它就是比較低一點的 Overall來講 不好意思我沒有學過這個圖的名字 我也沒有學過這個 你說這個圖的名字是什麼 就是中間的那個 很像是那個 K線 對 很像是K線圖這樣 我沒有實際上去讀裡面的paper 就代表什麼 只是說它可能說 事實上是比較低就是比較好 所以我記得它 比較低是下面那一槓比較低 就代表比較好 對 就是O 應該是整個這個體面比較低 這應該是多次實驗 它的範圍是這麼大 那中間的那個小紅框跟它那一條小紅線 它為什麼有了高有的低 我 OK 說實在我沒有去讀 大家可以 message space 應該就跟 Odyssey這樣 就是最多次的 點 那你知道剛剛那個圖那個長是什麼意思嗎 大概就是說 其實剛剛老師其實都講 他其實他那個是他的 就是做多次實驗 然後他的 就是他的範圍就是剛剛那個 橫槓跟墜底 然後中間那個應該就是他 紅點應該是在平均吧 因為我們有什麼看 然後那個是四分位差 然後也有四分三位差 所以你會 拋出來這樣一點嗎 OK 所以你可以在這張圖上面 可以看他的liferation到底是怎麼樣 OK 那所以假設說他這個雖然很低 但是如果說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虛線他拉得很長 其實你也會懷疑一下 比如說像剛剛的就是左上角 左上角這個 D2跟Bomb現在指這個 他就是有時候他會跑 你知道他其實變化其實還蠻大的 那就可能要考慮一下他到底適不適合這樣子 OK 這這個好像就是在第一個的時候大家都比較大 然後LSDN在這個的時候也很大 他就比較小 所以 所以 我會不會問 你剛剛在最後那個你那個個人的那個實驗 後面胃進那個RNN它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你把那個digit想成它是譬如說你那是345號 就是你認為這個是譬如說這個是三個digit的independent 或者是你把想成是一個Sixens的那個data 所以就有人就說你懂我意思嗎 你說你在一張圖裡面有好幾個digit 對 然後你用RN來把它分出來 不是不是 就是說你要去認這麼多的digit 你可以用譬如說你CNN最後一層你可以去讓它去用不同的web matrix 譬如假如有三個digit 你用web matrix不同的三個web matrix去認 去認 或者就有另外一派的人講說 欸你可以或許你把CNN做完 feature就抓出來以後 我透過LSTM讓它 因為看起來它是比較像是sequence的一個data 透過LSTM去讓它去認 digit 他可以了解 所以他會跟他會就顯示出說那個字是355這樣 對啊 會第一開始會先第一個會第一個字先認出來說 欸我有四位數 然後1021 他就會跟你講那個數字之外 嗯 我忘記之前有另外有人做過就是拍自己家裡住字 然後我就是就是去 那我覺得我現在七十幾八應該也可以就是可以做到 如果痛修那個GPU弄上去 五十三萬比data圖弄上去應該可以到九十幾 做預處理把它轉成黑白的 有啊 然後再進去做 有啊 就是我之前就有做那個預處理轉成黑白 這樣結果有比較好一點嗎 沒有 應該說一開始的時候彩色就沒有很好 我說把它變成GrayScale 對啊 所以現在data是已經把它變成GrayScale 對 所以我剛剛有一頁在講那個 在講那個有沒有 在這裡面 Color2 就是前面我的處理 這個 這一些是我的處理 就是他data是HDF OMAD 然後他已經有給你N個bunding box 但是他因為N個bunding box的時候 你要去找到最大的嘛 這些都是你要自己先去做 可是你這個不是All memory All flow memory 沒有 我說五十三萬比灌進去的時候 所以我只能用七萬比加兩萬六千 我這五十三萬比我就沒有用了 請最精采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我會介紹一下 那個Sequence Sequence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課本上其實就是篇步還蠻短的 對 然後以及我們在 就是我們幾個朋友在 有在做那個chat bar 然後應用Sequence Sequence的一些心得這樣 然後這邊是一個background knowledge 就是說在SNG網路就是流行之前 在處理這種NLP的問題 主要都是用這種LM的model 在處理NLP的問題這樣子 那LM Language Model呢 主要就是在做 在計算說一個句子 它出現的機率是多少這樣 那計算的方法就是呢 它把 它就是 就是說你這邊有一個句子 然後我要預測它的出現的機率 那它就是透過 它是一連串條件機率的連成 比方說今天天氣很好 那它要預測這個句子的機率 它就會去算說 今天出現在聚首的機率 然後層上在聚首出現今天的這個條件之下 出現天氣這個詞的機率 然後以及今天天氣出現的時候 很好出現的機率 這三個機率連成起來 就是這個句子的機率這樣 那如果說這個Sequence很長的話 這個一路連成下去 其實時速上不好操作 所以呢 有一個比較簡化的算法 就是N-Gram Model N-Gram Model 就是說我只取前面 N-1個 N-1個這個字來做計算這樣 所以就會有 比如說 比方說像這個Bigram的Model 它就是呢 它只取前面兩個字 來預測下一個字的機率這樣 然後一路連成 得到這個I sold the rent house 這個句子出現的機率這樣 那同樣像是TriGram的話 就是說它取這個N-1-3的時候 它就算這個機率這樣 然後剛剛講的這個是 就是在類似網路之前 大家比較常用的方法 就是用統計式的 用計算這個詞 Word Count的這種方式 再做 再處理這樣的問題這樣 那之後就有 就是這種 Continue Space Language Model 這樣子的模型被提出來這樣 那它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有這個Word Embedding 那Word Embedding呢 跟前面不一樣就是 前面你看得出來 它只是一個機率 然後它 它只能看出就是 這些符號之間 它的排學的關係吧 對 那Word Embedding的話 它是適合去直接找到這個符號 它的意義 可能是在文法上 可能是在它的語意上的意義 直接用一個像樣去把它表達出來 對 那比較 大家比較知道應該就是 可能像是Word Embedding 對 或是 用Newer Nightwork去 去建立的一個language model 這樣 那像左邊這個 右邊這個呢 就是一個 看出來它就是一個 N-grade Model 只是它是用類似網路去實作出來 像這邊的話 它的input就是 N-1個input 然後它去預測 說第下一個這個值 它的機率是多少這樣 所以跟前面其實是 它是做同樣的事情 只是它 和Plut一樣的model這樣 然後 自從那個 反正就是 類似網路開始流行起來之後呢 就會 就有這樣子的模型 就是RM這樣的模型 它要處理的是這個 Machine Translation的問題 這樣子 那這篇 這篇 是在 應該是在2014年提出來的一個架構 新的架構這樣 就是在處理 Machine Translation的問題這樣 那它就是用encoder跟decoder 剛剛有介紹過啦 對 那 它那時候就提到說 用一個GRU 當成它的那個 cell cell memory這樣 那到了 應該是該年的年底吧 就是 Google就把這個架構拿去 就是 變做成他們的這個sequence 6的 framework 對 那它有幾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呢 第一個就是 它把整個網路的深度加深 那我剛剛看到它其實 這深度其實 基本上應該是只有一成這樣 然後這邊它一次就加到四成 其實它這個 我記得我看它的論文就是在講說 它是為了要準備說 結果剛剛有提到就是 它要準備去称不同的語言 它想要把不同的語言一次塞進去 所以它才做這麼深 因為這樣子的參數量才夠 那第二個的話 它就是把中間的這個cell換成LSTM 第三個比較有趣 就是說 它在做這個翻譯的時候呢 他們發現說 他們把這個input的這個sense 把它reverse之後 它得到的效果會比較好 對 那 它這個論文中的解釋是 是這樣說 他們沒辦法說證明說 為什麼這樣寫字是好的 但是他們給的說法是說 像這個I love you 又翻譯成Ich liebe dich 就是翻譯成德文的話 那你會看到說 就是要把這個I mapping到這個ich 然後把這個love mapping到這裡 然後把這個new mapping到這裡這樣 那如果說我不做 我就這樣子 不做reverse 然後直接丟進去train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 這兩個mapping之間的這個距離 其實就是 就是一個句子的這個距離啦 對 那如果說這個 我問進去的句子如果很長的話 那這兩個的關係 這兩個中間的這個path的距離就很遠 但是其實這兩個的 這兩個中間的這個關係應該是要 它的這個dependence應該是要很強的才對 所以他就說他其實要說他把這個句子reverse之後 那麼在每個句子的開頭的那一些字 就會很靠近output output的這個開頭的那些字 就是中間的那個gradient path變短了 所以他們相信說因為這樣子 幫助他們的這個model就是可以訓練得更好 所以剛才前面講的那個是遠一點的 剛才那個比較不一樣 因為那個是講的是bidirectional 他講的是說 因為這邊是 這邊其實是兩個rn 那剛剛那個bidirectional是一個rn 然後他講的是說 我這個sequence一個一個位進去 那如果說我是 我沒有做bidirectional 就是一般的rn的話 那我就是每一個位進去的這個詞 我只能參考前面已經位進去的詞 對吧 那如果說有一些像剛剛講的 就是有一些information 我要參考之後 但是我之後的訊息還沒有位進來 那我是不是參考不到 那我可能有一些information 我就沒辦法學到 所以他用bidirectional 就是說他有時候參考前面 有時候參考後面這樣子 那是在一個rn的model裡面 那這邊其實是兩個rn 因為他是一個前面是ecode 後面是decode 這是兩個分開的rn 他們中間是沒有那個parameter sharing的 然後大概隔了半年吧 就是他們就把這樣子的framework拿去做 是說做這種聊天 就是對話成生氣這樣子 那他有兩個應用的情境 一個就是 就是兩個對比的情境吧 就是一個比較像是general的聊天這樣 沒有什麼目的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針對一個應該像是客服系統這樣子 對 那他用的資料 我記得這應該是某一個客服系統提供的資料 然後這個是透過那個電影腳本去訓練的 然後看起來做得還不錯這樣 所以說 感覺起來這個東西是對於聊天機器人 應該是有一些旁圖這樣 那只是這個部分的時候 在做這個部分 欸 這個sentence reversing 可能效果就沒那麼好 如果按照剛剛的解釋的話 感覺起來好像是不一定要reverse 然後 這邊想要講一下就是 就是他介紹一下他這個架構的內部的組成 那根據他的論文的話 他們的設計是 就是 他的深度有四成嘛 然後他的hidden cell有1000個維度 然後input的這個向量的大小是纖維 然後這是他的reparate size 那這樣總共算出來的這個統計的這個 你要最佳化的參數大概是3.81個參數這樣 對 那其中呢 其中這個rm的本體在這裡 對 那其中這邊呢 呃 剛剛講的就是 因為中間是用lstm的當作他的sale 如果還是有點小 如果還記得的話呢 一個lstm的話 他有 他有 呃 有八個取證 對應到的就是 三個gate跟一個 好像 應該是 最後那個要update那個sale state的那個矩陣這樣 對 那八個矩陣反正就是四個對應到的就是hidden state 然後四個對應到的是input 對 那因為他有一千個維度 所以呢 他的矩陣的 每個矩陣的代表就是1000x1000 對 那有八個就是要乘以8 然後有四成再乘以4 所以兩邊加起來這邊是6400萬的參數 啊那本身就有6400萬的參數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大部分的參數都是集中在這個 embedding的這個參數上面跟最後一層的那個saltmax上面 所以有一些 呃 有一些方法就是說 前面這個這個部分呢 我先用別的方法去retrain一個boring daddy 然後再放到這邊來 這樣子的話可以 欸 簡化他訓練的過程啦 對 加速他的手臉這樣 然後這是我們幾個朋友就是在玩的聊天機器人 對 那其實我們現在做聊天機器人就是 其實主要還都是用這個retrieval base的方式下去做 那基本上就是就是你有一個database 然後裡面已經有整理好那些對話的那些紀錄 就是 對 然後呢 一個對話進來你就把它當成query 然後就是去做一些預處理啊 然後去從db去撈出最相關的那些資料 然後再透過你看你要怎麼做排序 最後突出最好的結果這樣子 那在sequence sequence的話 因為他是比較屬於generated base 那現在generated base的這種model 其實做出來的效果就是還蠻有限的 就是沒辦法做到像剛剛那樣子 因為像google那種方法 他有一些條件嘛 比方說他的計算量一定要夠強 然後他的資料量一定要非常大 來看 再看 感谢观看